其他的简介看了都有点想哭,迪丽热巴虽然她的长相不太适合演古装,但是这回她的角色是紫灵仙子,小说中的人设是荣言爵士,好的那就是热巴了,希望剧组化妆师不要用力过猛又弄出个凶叽叽的妆来,浪费了我巴的好言,比如说女主角是李小璐,在此默哀三分钟,我对李小璐的演技并不看好, 印象中的李小璐还停留在各部家庭伦理剧,家庭生活剧,家庭情感剧,家庭,反正就是没什么含尽量的鸡毛蒜皮,婆媳长短,出道后演的第一个女主角就是天狱,凭这个角色一举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,1999年又靠她获得了法国水城首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,可以算得上是出道及巅峰了,然后一直开始走下坡路, 演技趋于平庸不说,各个点都有所下降,跟南宫婉这个角色,真的是处处为和啊,剧中的南宫婉是男主角,也就是胡歌要出演的角色韩丽的伴侣,这个角色是个性温和活泼,气质优雅高贵,容貌倾国倾城,和韩丽一样一心向道,存在的作用是极大的影响了韩丽的修仙诡计,是韩丽心中最重要的人, 然而没有演技加持,只能靠本色出演的李小璐的现实情况是,个性一点都不温和,活泼倒是真的,调皮倒勾打皮几万出轨成功,气质方面,优雅高贵自是藤部,上了,通身上下浓浓的淘宝风不是盖的,容貌跟倾国倾城也没多大关系,整容嫌好打算得上是清秀可人,淡雅不失机灵,整完容割完欧式大双眼皮,打完瘦脸针后, 我的脸盲癌彻底发作,导致她的脸迷失在了一众阴阴艳艳的网红脸中,从此方松难逆呵呵,这种需要男女主角各顶半边天的电视剧女主角,费了差不多就算是她了一半,更别提还有天使大宝贝尔和关小彤了,连超模西梦瑶都来凑热闹,哭出声,其次是剧本,虽然胡歌一直出演的剧都是比较高质量的,可以想见她和她的经纪人团队,都还是眼光在线的, 但是这部凡人修仙传剧本真的是一言难尽啊,故事主线非常的平庸,属于看到题目就能猜出套路系列,而里面的剧情又非常冗长,如果不删减就最起码也会拍个一百多集,更甭提国产电视剧水城习惯了的尿性了,注个水不小心就两百集了也是很有可能的,如果删减很多地方线索就断了,根据热门小说IP改电视剧的已有经验, 百分之九十九会变成东拼西凑狗屁不通的垃圾,可以说,这部小说本来就不太适合改编成电视剧,另外一方面,这类修心小说的主要受众是男性,即是说这是一本捷克苏小说,满足了男性一路成功升级打怪,走上人生颠覆的美好幻想,其中免不了性幻想,诺,百度百科中人物简介的第一页, 除了男主角韩丽,其他全是女的,人设全是高人只好身材,全是韩丽的红颜知己,这样的人设表看完之后,大概能得出一个结论,这部剧不小心就会被田园女权严厉抨击,普通女性也不会喜欢,然而电视剧的主要受众正是女性, 这部剧不减